大家好 我们今天自以为救了一只树蛙 之所以是自以为呢 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事对这树蛙是不是真的好 前几天下雨的时候啊 这树蛙顺着窗户就进来了 他在这待了好几天 总是这样半死不活的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 是不是还活着 因为他不冻缓呢 白天也根本就不冻缓 就睡觉 后来我查了查他实际上是半夜冻了 但如果半夜冻了他为什么不出去呢 或者他为什么不到处乱窜呢 所以他是不是会有可能在这饿死呀 所以呢我们这几天一直就往他身上喷水 一拿他呢他好像还在冻 可是他还是那种翻着白眼 在那也不怎么愿意走动 我想可能还是把它放到自然界比较好吧 上网一查呢就是你要用干净 手要干净 但是要湿润 把它放在塑料的盒子里 不至于伤着他 然后这样给他拿到离水比较近的地方 那我们给他放到这小溪边 你看往外到他还不愿意出来呢 而且呢他还是那睡的迷迷登登的样子 一点没有说好 一到大自然了就往外蹦的的样子 到了这儿他一点蹦的意愿都没有 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赶紧掏出手机来一查呢 说他现在还属于尤其天热吧 还是白天 他应该属于冬眠 就是睡眠的状态 所以呢 要不然我主要怕他会这大太阳给晒着怎么办 要不然还给放水里边吧 放了看他仔细一挣扎 好至少他是活着的 这下我们就放心了 然后他就在那躺着 我过了一会儿我还又担心 又跑出来再看看 哎他从水里出来了 找了树底下这趴着 还睁着睁一眼闭一眼 在这看着好像还算比较安心吧 那好那我也就放心了 不至于出什么问题 说到这里再见